大家好,我是雪狼,歡迎導演與江湖 那今天我們來輕鬆一下,我們來看一個有趣又重要的東西 如果你跟我們一樣也是喜歡打架的玩家,就千萬不要錯過今天這集 那就是我們路版的武道大數據分析第三集 那這次的話,一樣感謝我們的快樂大叔,我們熱心的版友 他在之前其實都已經彙整了我們路版的武道榜上面大佬的一些相關的資訊 像比如說隨從的選擇啦,或是一些武學套路的搭配 那給大家做一個參考,因為老實講路版的一些資訊真的大家比較難取得 那因為我們都是玩國際服嘛,那感謝這些熱心的大佬們的一些分享 才能有一些參考的一些資料,然後可以給大家做個攻略這樣子 那之前的話,其實上個月我本來也是想說要不要統計一下我們國際服一服的大佬 他們武道榜上面大家練的一些角色的搭配啊,或是一些武學是怎麼選擇 那之前有統計的前30名,之後發現老實講 因為國際服真的是比路服大概晚了大概兩三年嘛 那所以其實而且很多東西都還沒有開放,所以老實講變化真的不大 因為國際服有很多大佬其實都是參照我們路版的一些先行的一些資訊 然後來做選擇,所以就像傷棍,當初我為什麼會選傷刀 就是因為一開始玩的時候發現傷棍真的太多人玩了,因為大家其實 因為這個遊戲如果你打副本的話,其實真的你隨便練什麼都可以 你要練四拳隊也沒有人反對,反正你只要能打贏副本 你可以打贏那個NPC,然後你可以解任務這樣就OK了 那如果你玩四拳隊的話,反正你只要能破關 打完最後的燕王府其實就OK了 那如果你要打武道的話,那就不能太隨便了 打武道的話你就要把一些資源做妥算的運用 那這個遊戲的話,重練角色也很痛苦 重練武學也很痛苦 因為你不管是花資源花時間這種東西過了之後你要再重新再重頭來 除非你是課金大佬,要不然真的是很痛苦 所以很多人在練的時候都會先參考一些攻略來練 比較不會有一些資源的浪費這樣子 那國際服的話真的練法比較固定一點 所以我之後統計了前30名想說參考價值不大 我就沒有給介紹給大家 想說還是看我們路版的,路版老實講 先行比較有參考價值啦 然後新更新啦 或是debuff的一些 一些攻略,一些角色啦 或是一些武學來說都比較有一些參考價值這樣子 那這次的話也是有統計性別啦 小世界都不是太大重點 最主要是一些主角的套路,然後隨從的選擇 然後還有一些常用的一些武學搭配這樣子 好,那就來看一下我們目前路版的話 其實啊,男女比例其實沒什麼差別啦 反正武俠類這種遊戲嘛 你也知道男生一定比較多的 那小勢力的話倒是沒什麼差別 其實在一二期老實講 就已經沒什麼差別了 那大概都是那個五五開這樣子 有些人喜歡拘昏格 因為他可能比較帥 有些人像我就是被江哥吸引 如果沒有江哥的話 其實我會選六三門 那主要是因為江哥真的帥 那拘昏格又是殺手組織 那很符合我們這種喜歡殺人的玩家 那六三門這種官方的這種組織 我們就不太喜歡這樣子 但是老實講六三門的 如果你是無課小課玩家 六三門真的還是比較強 那目前的話啊 那個一樣也是五五開 那個統計的話一樣也是 是從老服中服跟心服 大概這五個服去抓資料去做比對這樣子 最主要是看我們隨從來來來看一下這個 男號女號都在玩什麼 來看一下 我們男號一般 喔你看 大家都是被我們那個光頭腦給影響 那個大光明神拳 我們少林 因為他秘技真的多 所以很很多人開局 就先去少林去拿一堆秘技 所以少林還是比較多的 那不管是心服老服總計還是最多人 那太椅的話也是 太椅跟少林這個遊戲真的 這兩個門派 第一很乾 然後第二貢獻要花很多 所以很多人都集中在這邊 秘技也多 強度也夠 然後你可以學東西也蠻多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太椅跟少林是最多的 然後麒麟劍金 麒麟劍金應該是劍王葛吧 這是之後才剛出 目前國際服務還沒出嘛 到時候很多應該等劍王葛 如果你是喜歡玩劍的玩家的話 這個真的很強 然後再來畫懸劍 我們那個太椅的劍法 所以你看太椅就獨佔了二四名 然後再來是蒼狼 蒼狼真的帥 如果當初少林 我如果不是完全玩棍的話 我應該會選蒼狼當養老 然後再來是那個大良劍點 然後這些都是那個 那個我們的劍王葛 那天刀三四 哇天刀這麼後面喔 其實我覺得天刀還蠻帥的啊 天刀其實玩起來很爽耶 真的追求那個爽感 只是沒有拿到排名這麼後面 然後再來是夢棍啊 天鋼劍子 這個之前看蘭大用真的很順帥 那個天鋼劍子 然後還有那個五香子 就是我們的那個克金子 那女角的話 女角就是選太椅了嘛 因為女角不能選少林嘛 所以那個太椅還是最多 然後再來是劍王葛 然後再來是武商 就是靈月 靈月妹妹選 欸靈月的人那麼少 靈月雖然說獨佔三四名 但是前面太椅跟那個還是比較多人 好這是我們男女角的一個統計資訊 那再來就是最重要的 我們隨從的選擇 這個遊戲齁隨從的選擇 大概佔了你這個遊戲的走向 大概佔了八成 因為你選擇下去之後 你投下去的資源齁 你要再把它拿回來 基本上拿不回來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你要選擇你的角色 一開始就要先訂定好 那不要中途換人 中途換人的話 你資源真的是差很多 那這個的話 一般商跟李商 李商隱 這兩個大概都是固定的 除非你是喜歡玩女角的玩家 要不然男角 這兩隻你一定是必買 即使你是女角的話 三號錢應該也是必買 那所以這個遊戲只有上剩四個人 扣掉主角剩三個人 那扣掉商禮就剩一個人 所以剩下一個位置 就大家去搶這樣子 OK 那一樣我是選江哥 李商隱這種國家隊的代表 那三號錢的話一樣啦 不用講啦 屬性最高 然後套路最泛用 大概就是我們三個 所以三個的話 玩家選擇率佔92% 簡單說100個玩家 有92個玩家會選三號錢 你就知道三號錢這個多用 他除了顏值比較不優之外 其他都很優 如果他把他的顏值 如果換成那個 我們的那個業無優的顏值 我跟你說這個 玩家選擇率應該是100% 然後再來是我們李商哥 67還是高 雖然說他沒有那麼萬用 但是他也是不錯 你看他這邊有寫 所以我們的李商哥 雖然說 沒有到很萬用 但是其實也是OK 那柳如意的話就比較差一點 來看一下 那在江哥 江哥的話就比較 因為 前兩個是固定的啦 這兩隻是因為泛用強 然後那個天賦又不錯 資質也 資質也夠 所以那個泛用度很高 後面的話就差不多 中段班的話就是看個人選擇 像江哥的話是因為不用花錢 然後 如果你是要劍水的玩家也不錯 那月龍也是玩劍的 那靈焰完全 那夢翔 真的夢翔要提一下 你看前面都是元寶角色 前五名都是元寶角色 第一個免費角色能擠得上前段班的 就是我們夢翔哥 所以夢翔 在我們免費角色裡面真的 他還是佔有一席之地 如果你是學習刀水的玩家的話 如果你缺一個刀 但是你又不想用三號錢拿那些去浪費的話 那夢翔真的是很不錯的選擇 幫你省元寶那強度也很夠 然後 只要刷 要刷鬼式而已 不要麻煩一點 然後再來是火工老生 火工老生目前台服還沒出 但是 坦度也是非常夠 所以我們火工老生也不錯 但是套路很固定就是玩坦 然後桃花 那個目前台服 越來越多人玩桃花了 但是路版的話 心服反倒是沒有人在玩 老服比較多人在玩 桃花刀啊桃花劍都有 然後再來楊炎萱 我沒有想到楊炎萱 竟然也是大概是中段班 楊炎萱 未來的四槍隊大概也是有他的一席之地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我們柳如意 我們的那個蘭大的柳派 那個也是還不錯 那後面的話就比較少一點 烏靈兒啊這種 中無怨 你看陶哥 陶哥也要順便提一下 之前有人練陶哥 然後問說陶哥的話 能不能用 那其實我講陶哥齁 在上次我打那個 五到前兩百名的時候 其實又有人 那個用陶哥幾到前兩百 所以陶哥在免費角裡面來說 真的還是不錯 他的天賦 然後他的一些資質 其實都很不錯用 然後 那個天賦 那個解完之後 變成那個酷寒戰士 喔 那個顏值又帥 所以我覺得 免費角的話 如果你是無課小課玩家 缺了一個坦 那陶哥會是你不錯的選擇這樣子 OK 那這是我們那個 隨從的部分 那再來 就是我們李商尼 大家到底在玩啥 這個就比較重要了 這個就是我們大家 每次我們角色買完之後 到底他要學刀劍全棍 這四個到底要學哪一個 那就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第一個先從我們老 老商到底在玩啥開始講戲好了 你看 老商不玩棍 抱歉天誤 老商不玩刀沒有靈魂 老商不玩劍 誰來玩劍 所以無瑕商 就是要統一江湖 那沒辦法 這個 刀劍全棍其他都適合 那傷拳 那傷拳真的是幾乎沒有看過之外 大概刀劍 刀劍 你連棍都有人玩 棍最多 然後刀第二 尖第三 那像我是因為棍玩太多 就是 那台服目前真的太多人玩棍了 所以我就玩傷刀這樣子 好 來看一下我們的那個 商哥 那商哥的話你看 那個像烏霞棍 老服的話就十八個人 但是你看 慢慢越來越到心腹的時候 玩傷棍的人就越來越少 然後太虛刀 老服都沒有人玩嘛 你看老服大家都習慣玩那個 烏霞棍 烏霞傷 因為最主要他的天賦搭配他的一個棍法嘛 那個半條血 然後可以招架三次 招架三次之後你的半條血 他又可以增加是你的傷害這樣子 所以 早期的玩家大家練的比較固定的啦 所以烏霞傷害最多 但是你看到心腹之後 那個太虛刀就越來越多 我們那個傷刀就越來越多 然後再來破風 像我們之後應該也會轉破風 那希子劍也沒想到也是有人 希子劍也是有 然後幻影劍也有 你看 希子劍喔 那個傷劍竟然還有人在玩希子 你看他多猛 然後零雙槍 其實槍也是不錯啦 然後秀刀啊這些 然後大秘種 這個竟然有人練真的太恐怖了 竟然有大佬去練那個傷拳 真的是不容易 一般拳來說 還是用李拳比較強一點 所以目前我們傷哥來說 最多還是無瑕棍的 那那個太虛刀 刀類的話其實也站不錯 你看太虛刀跟破風刀 其實都站得還不錯 好 我們還是以傷刀為主 我還是覺得傷號拳的顏值來說 玩刀還是比較帥一點 好 再來第二個 那個李承哥到底是玩啥 其實李承哥就是傷號拳第二 其實他刀劍拳共也都OK 那天賦的話也很不錯 可以補血 那但是他的資質 一些那個屬性來說 就沒有像我們老商那麼強 他的升級的資質來說 還是傷哥比較強 但是罪權真的很強 那個目前路版 因為罪權的關係 導致武道榜上面 開始有一大批人 開始去玩罪權李 所以罪權李的話 之後不到會被削弱 因為一般來說這種版本 真的是一代版本一代神 如果你版本太強的話 總是會被一些BUFF或NUFF 那罪權李目前真的太強了 所以路版之後 看看會不會削弱一點這樣子 好 那我們那個李承哥的話 早期都是用獵羊掌嘛 我們的那個掌系隨從來說 都是用獵羊掌居多 然後之後 罪權開的話應該就跳到罪權 所以你看那個李承哥 罪權還是最多人練 拿獵羊掌 那欣甫的話 獵羊掌比較多 在想說是不是因為欣甫開的時間 還比較短 所以目前那個拿孟權的人數比較少 那你看看老區 老區的孟權就很多 那無瑕棍就像我 我的李承哥也是玩棍的 因為我覺得李承哥玩棍真的蠻帥的 那就玩無瑕棍 那你看新區無瑕棍也是蠻多的 那幻影劍也是有啦 因為李劍嘛 他的四個姿子裡面來說 劍的姿子好像是最高的吧 所以那個幻影劍也是有人在玩 那竹龍槍啊這些都是 比較稀疏這樣子 基本上還是以拳跟棍為主啦 那拳還是占大多數 好然後再來是李商椅嘛 再來是我們江哥 江哥的話來看一下我們江哥在後排能夠打贏江的 就只有柳絮布天江 這根本是鬼扯 柳絮布天怎麼可能會有江哥 那個應該是六扇門的 那來看一下江哥 江哥一般都是玩劍啦 江哥玩劍玩刀都可以 但是一般來說還是以劍為主 刀的話選擇性比較多像 夢翔一般來說你會選夢翔當玩刀 因為夢翔是免費角嘛 大家都有 所以江哥玩刀的人還是有之 因為最主要是拿他的天賦 隱身暴擊那個還是蠻聳的 那我還是覺得殺手還是要玩劍 所以來看我們 幻影無形劍一般還是比較多人 到時候我應該也是用幻影的 那個西子劍真的太不穩定了 真的不太OK 所以幻影劍還是比較強一點 那再來的話選擇就比較少了 刀你看 路板的江哥其實也不玩刀 刀的選擇太多了 桃花刀 那那個夢翔刀 所以都OK 傷刀也是有 所以玩劍的話還是以 那個江哥還是以劍為主 好OK 這就是我們李商椅的一個玩法 那再來看一下我們隨從工法的選擇 就是目前 那個追夢神拳強勢那個嗎 追夢神拳搭理拳 又可以補血 然後又可以降人家的命中 真的是很該死 然後 追拳乾坤 林波里 你看那個真的是一個毒瘤 所以 目前一開始的時候 他說當初我們 第一期的時候 他統計的時候 七月份 他當初統計第一期的時候 其實 追夢神拳玩的真的不多 大概只有兩三個人玩 真的很少 那時候你就看第一期 那時候他的介紹 那個時候真的很少 然後目前開始發現 醉拳乾坤 呃 林波里真的太強了 所以導致全面化的一個普及 所以 李拳就開始慢慢的變越來越多 然後 西子劍的話 真的不太行 西子劍那個破招架 喔那個招架真的是 把他擋 第二下把他擋掉之後 真的是很弱 所以幻影劍的話 開始慢慢有回溫 所以幻影劍我還是覺得 還是比較穩定啊 穩定的一個輸出 然後穩定的一個傷害這樣子 那六扇門的話 劍法不完西子就去耍大刀 對啊 那個六扇門的刀還是比較強一點 好 那來看一下 那個先不以隨從來看 先以 最常用的幾個武學套路來看的話 無瑕棍 有一點排名第一 無瑕棍 你看玩家選擇率97% 什麼意思 100個玩家裡面 只有三個人不選無瑕棍 就是你的隊伍裡面 沒有人玩棍的 如果 除了這三個人之外 97%的人 全部玩無瑕棍 那這個遊戲的 最強的一個武學套路 就是無瑕棍 所以如果你是 國際服的玩家的話 強行建議一下 那個 那個隊伍裡面 至少放一個棍類的 因為無瑕棍真的太強了 那最夢神犬 最主要是因為 目前的那個 最全力真的太強了 所以 之前的話 他是在後段班 一下子直接跳到第二名 你就知道 玩家選擇率有40 就知道 10個人裡面有4個人 是選擇那個 最夢神犬 那一般是以老服為最多 心服比較少 然後再來西子劍 西子劍的話 是排名第三 雖然說比較不穩定 但是老區的還是那個 練的還是比較 練的還是蠻穩定的 然後再來是幻影劍 其實這兩個東西 各有所長 一個是打人家增援嘛 然後一個是傷害比較穩定這樣子 然後又可以破閃避 那再來是獵羊掌 獵羊掌的話 也是泉水的一個 當初獵羊掌 就已經是泉水的一個頂點了 然後最夢神犬出的時候 就大家都直接跳到最夢神犬去了 因為可以降那個命中 然後那些東西 又可以跟 那個里程的喝酒做搭配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太虛刀 太虛刀 還有一個免費的一個很不錯的一個 內襲刀 其實還是很不錯 所以他是排名第六 然後再來是零雙槍 後期的話 好像四槍隊啊 那些槍法開始起來之後 零雙槍真的還蠻強的 那搭配 如果你到時候玩 蒼狼 蒼狼門的話 到時候四槍隊配合起來 真的是還不錯 那破風刀 到時候我應該學破風刀吧 還是不錯用破風刀 好 這是我們那個水蟲的一個套路 那最後再來看一下 我們那個 商哥 那那個 他因為那個什麼 32樓有朋友問 商刀的一個 那個配法 所以他有統計一下 剛好我也是玩商刀啦 所以我把那個 來做個介紹 我們之前的話 也是我在找商刀的一個 練法 因為想說 商刀其實也是 也是有人在玩 只是說沒有像 無瑕棍這麼多 所以我到時候商刀 想說把他當成一個 主力輸出 建議一個半壇角色 應該還不錯 所以商刀的話 建議一下 還是以那個 頂天金仙 飄忽神力的四個 四大通用紙為主 主角的話 其實也是這四種 這四個的話 不管你版本 改怎麼改 以後內功怎麼換 其實這四個都是通用的 所以 不管是商哥啦 不管是主角 建議都是騎這四個啦 除非你的那個 賣序真的比較差一點的話 就沒辦法 但是至少大概 以這個為目標不會錯 好 那商刀的話 武功搭配來看一下 那個好了 那個破風刀 破風刀是七個人最多 那七個人是第二多 然後再來是太序刀 再來 心音跟袖純就比較少了 那可以看到太序刀 一般他們是配碧波啦 但是我碧波拿去給姜哥用 那再來就是配龍象 那也有玄冥跟長生爵 那破風的話也是碧波第一名 然後再來是龍象 玄冥跟長生爵 OK大概是這樣 那這次就是我們這次 路版武道大數據的一個分析 那可以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最主要是有介紹了一些 角色的選擇比例 你看那個商哥啊 李商逸還是最多人 那後面的話其實大家都差不多 那再來是一些隨從的搭配 對像比如說商哥的那個武學 一般來說還是以棍為主 那像比如說商哥 商哥的武學還是以棍為主 然後再來是李成哥 那李成哥還是以拳為主 棍還是有 那江哥的話還是要玩劍為主 這樣子 好那後面的話就是一個隨從選擇率 那這個還是 強的還是強 最主要是你看那個 最夢神拳起來之後 真的 從我們後段班 直接一次拉到第二名 所以 這種遊戲還是看官方的一個態度 官方覺得哪個 刀劍拳固人可以哪邊比較差一點 他就加 加強現有的 或是增加一個 新創的一個武學 到時候就會被取代這樣子 OK 大概是這樣 那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今晚明明書請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懸牢 感謝收看 下次又有人再見